我們看這題目 是比較下列各值的大小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2的3四方 2的2分之1四方 2的-2分之1四方 以及2的-1.5次方 那麼這四個數呢 都是同底數 然後這底數2 是大於1的數 所以呢 這個次方越大 這個值是越大 因此呢這次方 是3大於2分之1 大於-2分之1 大於-1.5 所以呢我們直接得到這2的3四方 是大於2的2分之1四方 然後大於2的-2分之1四方 然後大於2的-1.5次方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要比較 這三個數的大小 好 那首先 這三次根號 0.3 我們可以把它寫的是 0.3 括號的 3分之1四方 好 那麼 第二個 這是 根號 這是 三次根號 這是0.09 然後分之1 這裡我們可以把它寫的是 外面根號 這是2分之1四方 我們先把它寫下來 好 那麼 0.09 是0.3的2次方 所以分母呢 是0.3 括號的 3分之2次方 好 那麼我們去導數 所以這是 0.3 的 負 3分之2 次方 這時候次方是相乘的 所以我們得到 這是 0.3 括號的 負 3分之1次方 第三個 這是 44 根號 0.027 那麼 0.027呢 是 0.3 括號三次方 所以 44 根號 0.3 括號三次方 我們直接寫下 這是 0.3 括號的 四分之3次方 好 這時候 這三個 都同底數 而底數 0.3 是 大於 0 小於 1的數 所以呢 這次方越大的 這值 是越小 所以在這裡 四分三 比 三分之一 來大 三分之一 又比 負三分之一來大 所以代表 這個是最小的 然後這第二 這個是最大的 所以呢 在這裡 我們寫下 這是 0.3 括號的 三分之一次方 會大於 這是 0.3 括號的 三分之一次方 那會大於 這是 0.3 括號的 四分之三次方 那麼 我們寫出 原來的形式 這個 這是 根號 然後 這是 分母為 三次根號 0.09 這會大於 這個是 三次根號 0.0.3 然後 會大於 這個是 44 根號 0.027 這一個答案